全球因为气候变迁而造成的天然灾害越来越多 相应的绿建筑也越来越普及 我们带您来看到经济部斥资7.9亿元 在嘉义新建的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这个创发中心从结构设计到建材都采用绿建筑规划 以环保节能出发 也是第一栋取得钻石级绿建筑候选证书的研发大楼 嘉义市长黄敏慧率先参观觉得很满意 屋顶设有微型气象站 掌握气候因子 智慧调控空调温度 整栋不装冷气 要落实节能减碳 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台湾第一栋钻石级绿建筑坐落在嘉义市 市长黄敏慧很满意 结合新的环保的概念 里面完全是一个钻石级的一个这样的环保的建筑 当我们走进来 你不用开冷气 但是运用了自然的原理 却能够有一个很凉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节能减碳真正的落实 我们觉得我们也要为地球负一份的责任 去年底嘉创中心完成了第一区试验工厂 及人才培育交流空间 今年三月由石平所先市营运 经济部在嘉义市设立了这个嘉创中心 那么主要就是要来服务嘉义地区的产业界 那么提升技术水准来研发新的产品 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所 让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最新的一个科技的成果 预定八月份完成第二区的研发大楼 明年一月正式营运 这栋以健康保健为发展主轴而设置的智慧建筑 预料将会成为嘉义市最亮眼的新地标 前场亚太电视叶玉明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